剛才提及到房地產真的好不行 他現在就說那些個別人士 可以用完全家不同的聯繫人 拿他們的公積金出來 可以讓他們做手自買 你覺得這一類的政策 會不會陸陸續續出台呢 其實出了很多 問題就是說出了很多 所以市民就有2萬點升上來 這一刻你再看好 你再想還有沒有更多系列的措施出來 或者就是駁一些措施 是不是很快看到生效 這個就是市場最大的不明朗因素 所以就是去到2萬點這些位置 就要開始喘氣 頭頭氣 但我覺得一系列的救私措施出來 招計又沒理由真的完全幫不了手 最尷尬的就是在說房地產的方面 房地產內地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一系列措施出來 特別通常會夠 譬如說一些二套放寬 比較積極 或者是全家都可以買樓 用了一些公積金來歡迎你炒樓 通常都是三四線城市出線 就是在一線城市上比較緊 但是你說剛性需求 市場覺得買樓最有信心 就是在一線城市上 所以就是一系列的政策出來 但是整個樓市回穩 都是要一線城市買樓賣好一點 價錢才慢慢落到二線城市 然後到三線城市 然後銷售或者剛性需求 才會慢慢回到二線城市 怕的 你在三四線城市上買樓賣 你面對著的問題 不是只是樓價跌這麼簡單 爛尾工程 會不會說最後買回來之後 根本就只有冷地 是會有這些風險在那裡 所以房地產不會很快看到 有個復甦的狀況在那裡 但是你是內房股 我覺得只要有穩陣的資產負債表 沒有很多負債的問題 其實近期都是害怕違約 問題真的不大 但是問題是 剛剛符合這些規定 就是符合這些 剛剛說的內房股 少之有少 可能只剩下688、1109 之前我也覺得是龍戶系 但是你看近期被人拋售到這樣的狀況 可能我看錯了 我覺得都要面對要投降 所以你說的 可能就是688、1109 還有1、2、3月收地產 這三隻 你的股價上面都是比較硬正的 我想內房上面都可以留意的 是可以駁政策有個好轉狀況 但是你要分鑽賣 正如剛剛所說 任何港股也好 美股也好 任何部署都是摸底為主 你怎知道它還會不會繼續跌下去 跌下去的時候 你要有板藥繼續溝貨才行 一鑽過的話 你就可能買完之後 譬如以華人之地來說 買完之後 三十一個半就又止蝕 然後又再不斷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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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短線是可以的 但是這些部署策略上我們節目講不得 講不得哪個位置走 哪個位置買回來 哪個位置走 哪個位置買回來 這個要考試自己的功夫 我們經常說如果你想做短線部署可以的 你過一年拆到得心應手的 你就繼續 你去年都搞不定 現在的市值是難度增加了 那怎會突然OK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我們主張建議大家的策略 都是以分駐給納為主 慢慢收集 至於政策能否見效 我想市場不會覺得一定是看死的 但是如果你說沒有信心 有很多人都對內地政策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就算是兩萬點不買 你可以繼續靠邊站 如果港股的狀況 看淡就不要做淡 你就這樣靠邊站拿多些錢 反正又不是一個高通脹壓力 就是少許通脹輸給它 但是問題就是港股的狀況 已經相對比較好的 因為始終在資產配置上 大約有想法買些什麼 比美股方面好 就真的完全不知道買什麼